如果第一年维德就表态 这是詹姆斯的球队 那么热火队那年会不会赢啊 詹姆斯主要是心魔所困 当时他是太得瑟了 他太怕鼠了 你看詹姆斯打主人赛啊 就那个状态 无论到哪呢 就是面容枯搞 一脸的死色 其实根本没有人模样的 就是没有血色 詹姆斯无论到哪 看起来非常紧张 跟一个准备上考场的孩子似的 维德就不那样 维德基本上无论到哪呢 大的方法 詹姆斯那会儿真是比较拘谨了 就走道都是 詹姆斯以往正常走道 跟那个主炮似的 詹姆斯走道 结果2011年的走道 俩肩膀都戳下来了 当年詹姆斯就如同是 这个街边砍人家挂那个刘华强 但是到了热火之后呢 就变成潜伏里的余泽城了 他看起来没有那么张扬了 那会儿詹姆斯 所以主要是当年詹姆斯心态没调整好 他有点怕鼠 没有办法 那阶段也能理解 聊天啊 咯 咯 咯 感谢观看